好 那既然尻出來了這麼慢的一個情話 你...你... 殺人啦 那個上班不要看跟反顧沒有仇啊 沒有仇 喬羅根好像在Netflix上聊對不對 他在Netflix上Special 但他的Special我沒有看完 我是看過沒看過 你更囂張 都在看別人 我都一直重複看那個誰啊 你都在看誰的Special Jimmy Carr 蛤?你那麼喜歡Jimmy Carr 我這樣不是在看啊 再看一下啊 可是Jimmy Carr在Netflix上有好多Special 你是有特別喜歡某一支還嗎 還是你只看過一支 沒有啊其他的是那個校長神姐的好不好 Special好像只有兩支而已 Special兩支嗎 兩支都反覆看嗎 對啊就是...對啊 反覆看也就是兩三次而已 兩三次還好沒有到狂看 對對對沒有狂看 因為我會把我喜歡的東西狂看 因為我覺得喜劇是很主觀的 所以... 等一下等一下 你現在已經在節目中了 我們在聊天 不用什麼啦 所以... 因為我覺得喜劇是很主觀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很接受 欣賞Netflix上所有人的作品 我發現我的口味就是 特地那幾個我看得進去 大部分我都看不進去 就像Joe Rogan我看不進去 但... 很多人我看不進去 但是... Deaf Chappelle的四支Special 每一支我都看超過十遍 喔... 那種感覺 喔... 我懂我懂我懂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我覺得看Toco Show這種 對我來說 好像看每一個節目 每一個... 什麼... 作品都是一樣的 就是... 就像... 電影也是一樣 嗯... 就雖然是它很新的東西 但是我看了 我如果覺得... 唉... 早知道了 就是我覺得浪費時間的話 我就會覺得很失望 我就會覺得... 我就會變得很保守 就是... 這到底好不好看 這到底好不好看 我覺得... 我覺得好像年紀越大會... 越保守 對不對 就... 年輕的時候 我就會... 我覺得... 跟我年輕的時候的狀態 會更願意嘗試新的事物 比如說... 我會看很多很冷門的藝術片 什麼媽的法國三色電影 你媽現在叫我看法國三色電影 我一般看五分鐘 我就... 我就跑去看A片 那種之類的 像我... 我剛出門前往在看那個... 其實這邊有個北條 我就是想看到它的印子 那媽這怎麼看得到印子 你就是想看到印子 對...我就是想... 你知道... 就這樣... 打拋不想要... 射在保險套裡面的感覺 就是想要射在外面 弄在你的身上 那女生...女生跟你說 今天可以射在裡面 硬要射在臉上 這樣子 就說射在裡面了 要很男輕 我看不大不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看不大不帥 現在眼睛黃黃明天上班 怎麼跟同事交代 哈哈哈哈 我是胡蘿蔔吃比較多啦 哈哈哈哈 你怎麼右眼吃胡蘿蔔 你左眼吃白蘿蔔 哈哈哈哈 好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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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反正就是... 就是... 我剛出門前還在看致命武器3 哈哈哈哈 那是他媽的就是... 老人家會幹的事情啊 但是我昨天選說 到底要不要看 這樣看就是... 很浪費時間了 就是很下流 就是一直在看這種老東西 但是我想 再翻來翻去覺得 幹 還是他媽致命武器3 而且他媽的致命武器3 那兩個媽早就都不紅了 早就他媽都不見了 而且我一直看沒有直播線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幹 他現在長這樣 他以前長這樣 他現在長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浮現出 他現在長這樣 我沒有辦法把兩個人對在一起 然後我就一直在這個... 沒有人... 可是重點是沒有人知道 美爾吉郭遜現在長怎樣 他媽洗衣已經都10年了 你怎麼知道他現在長怎樣 有啦 他還是有參加那個什麼 Xpandable Xpandable 他在Xpandable其實算帥耶 第三集 我現在是show up是第三集 但Xpandable我看不太下去 所以我第三集 我根本看不下去 我都沒有看 所以... 看Xpandable就是覺得說 我不如看以前的作品 我不如看自命武器3 我不如把所有的角色 他們以前的電影全部看過 我也不用看一次 我立刻花20個小時 我先看自命武器3 對啊 對啊 真的很爛 每次看... 像最近那個誰啊 沙利賽隆不是拍了一個不死軍團 就是在MacVix上面 對對對 他就在講 他其實是比較青少年電影啊 因為他主要主角是一個青少女 然後在講說 他其實是有一個... 跟其他這個軍團是有同樣的身份 就是他其實受傷是不會死的 嗯...這樣 然後... 然後這個軍團其實就是 有點像那個... Wonder Woman 就是... 神力女招人 他其實有很久以前 他們什麼... 一次大戰的時候 什麼什麼之類的 反正... 我看來覺得這個製作也不錯大啦 但是也不好看 嗯... 我覺得... 真的... Netflix上是不是其實... 尤其是芯片 然後又是... 又是Netflix上電影 要好看的東西 真的很少 但是那個... 呃... 我看那個... 誰啊? 呃... 班埃佛列克 那個... 三重邊界 那部不錯嗎? 我...我喜歡那部 哦... 就是講... 就是...也是傭兵啦 然後他們去做一件 去搶人家的錢 嗯... 然後想辦法掏出來 然後中間就是... 就是... 整個劇情看起來會覺得... 嗯... 怎麼會這樣結局 但是會覺得... 哦...蠻精彩的 我覺得我想看這個這樣子 OK... 其實有些東西還是不錯啊 嗯... 還是有... 當然新的還是有不錯的東西 對對對... 像那個... 那那個呢... Netflix上那個... Fury...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名字 突然忘了... 誰啊? 誰啊? 噢... 噢... 等一下我們年紀大了 想一個名字我們就想30分鐘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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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翻動... 他說... 我都已經大人被... 吃完飯了... 你還沒想出來那個人名啊 你可不可以開直播啊 我們傳給你啊 哈哈... 我知道是誰 你講Fury我就知道是誰啊 你不要讚想了啦 Fury是什麼... 怎麼拼啊 F... 好像是F-U-R-Y F-U-R-Y F-U-R-Y就是怒火特攻隊 怒火特攻隊啊 那個... 那個男的叫什麼名字 布蘭特皮特 對對... 那個男的叫... 很紅嗎? 很紅... 有我紅嗎? 但是那是以前的電影啊 對不對 那... 也是Netflix他... 只上在... 只相加在Netflix的電影 真的... 有嗎? 我記得是這樣 沒差... 我記得是這樣 靠腰 喔... 是不是我記錯了啊 還是你不是說這一部 喔... 我說的不是這一部 靠腰 我... 我... 30分的時候想起這個 我... 我演員也記不得 英文也記不得 我連電影都記錯 講出來喔... 欸... 觀眾說 我剛剛等了30秒 等到這個錯誤了嗎 所有資訊都想對了 但是... 喔... 不是這部 喔... 沒有啦 是在Friday 我是在Friday 我還買Videos了 觀眾覺得 這個浪費是我這輩子 過最浪費時間的30分鐘 你們裡面還在講說 幹什麼爛電影 浪費時間 我看這個直播 浪費時間 他媽的 突然覺得 浴血潤霜3 超他媽的 可是關不掉就很想幫他回答啊 我就是很急 我就是 很投入 我就要很急 回答出來 過三秒發現 這兩個人根本不值得信任 所以... 呃... 所以是哪一部 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是怎麼說 你還沒下班 不要跟我關話題 哈哈哈哈 連話題 都忘記進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就是... 你就是跟... 老人家 你跟老人家聊天 就是遇到這種事情 大家... 各位現場年輕觀眾 你們是要習慣啊 哈哈哈哈 對啊 但我的頻道的那個觀眾群是... 我發現那個年齡層分布是在... 35到40歲的年齡層 他們應該很有共鳴 他們應該就是所謂 他覺得... 他記憶力比我差 哈哈哈哈 我有優越感 哈哈 欸... 這真的是... 這真的是... 表示我真的沒有什麼... 最近都沒有在更新YouTube頻道 所以... 我的... 我的那個... 我的... 看我的觀眾群十年前就是25到34 然後現在跟我一起長大便 35到44這樣子 喔喔喔喔 蠻酷的蠻酷的 還蠻好趣的 可是表示我沒有吸引到任何年輕粉絲 有沒有沒有更新 Brad Pitt啦 對啦 哪個啊 我想是戰爭機器 喔喔喔喔喔喔喔 有看過嗎 我沒有看我沒有看過 我就是... 我好像只有看一點點 但我有點怕 從頭到尾都沒有... 浪費時間 沒有大場面 對... 我就怕沒有大場面 應該是沒有 因為是Netflix自製的 對...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他就是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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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諷刺什麼嘛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 可能就沒有 但... 我會怕... 他那個... 整個環境 或是他要諷刺的人 事物 我不太懂 所以我就是會一直... 就像... 其實現在在看Netflix這個上面 就跟我們以前在... 我以前在那個... 白士達裡面逛的那個時間是一樣的 就是我在那邊... 我有一次在裡面很沮喪 而且常常是這樣 就已經逛了差不多... 已經超過... 40分鐘了 挑不到一部你想看的東西 對... 然後就是很害怕 就... 我挑這個 會不會浪費錢 浪費時間 對... 這個很賭耶 然後就要一直... 阻止自己去挑老片 挑自己已經租過的片 你一定要阻止自己 因為是... 其實蒙城都是更浪費錢 但你覺得是買個心安 但不見得是... 譬如說... 呃... 征服琴台好了 就看了以後會覺得... 嗯... 真的好看 還是會覺得很好看 我懂你意思了 我大概... 我在北京的時候 有一次... 有一次我跟一個捷克牛約會 對... 然後就是... 從東歐的捷克牛 然後他... 跟他講英文嘛 然後他說他最喜歡的電影是... 那個... 電子情書 電子情書 因為... 我也很喜歡那部電影 所以我們就很聊得來了 然後... 然後有一次我們... 第三次約會的時候 我就把他... 帶到我家說... 我找到了電子情書 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就在家... 投影機 然後把電子情書看完 就感覺很棒 就是... 我在十年前沒有看過那部電影了 然後... 我就跟他在一起看一次 那感覺很棒 就... 那電影本身很好喔 我懂... 我懂... 然後... 然後我自己... 你講這個我就想到說 嗯... 就是... 現在... 我們交女朋友可能都... 年紀比較小一點 嗯... 然後每一次喔... 如果只要換女朋友喔 都要重新跟他講說 回到未來是什麼 回到未來的時間線大概是什麼 然後... 魔鬼終結者大概是什麼 然後... 就是... 因為他就會說... 問他們... 他們就會說... 嗯... 好像有看過... 好像電影台耶... 好像有看過... 但真的... 它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都沒有完整的看過... 然後就會很想... 就是要把他們... 從頭... 再帶一次說... 我們一起再看過一次... 這種... 才能... 有一種接近的... 可是這種東西其實... 根本就無所謂吧... 誰... 為什麼一定要把你新交的... 年輕女朋友... 媽的... 就要把這東西灌入他腦子裡 根本也不用灌吧... 但是那是我心中... 我覺得很經典的一個東西 但是你不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啊... 可是他們會覺得... 你覺得... 你覺得你有些經典... 很忍不住想要跟他分享... 對... 但是我有把... 你覺得... 你啦... 你覺得機器戰盡... 你有看過對不對... 我小時候看過... 可是其實... 對小學生來說... 機器戰盡是很恐怖... 很血腥的東西... 所以其實... 我長大都沒有再翻回去看... 因為小時候有意義... 有一點點... 我現在再回去看... 因為我也看過... 新版的機器戰盡... 我覺得超懶... 然後... 舊版的... 我在看的... 舊版的... 我再回去看... 那真的是爆血... 肢體那種斷掉這種... 比新版的還... 血腥就對了... 可是我覺得好好看... 然後... 我把這個... 就是... 呃... 叫我那個... 後來新教的女朋友去看... 什麼... 他說... 哇...這個... 他竟然說跟我講說... 這個是... 開玩笑嘛... 就是說... 這個特效是... 刻意... 刻意做成... 這麼弱的嗎... 我覺得... 就是... 這也是踢到鐵板啦... 就會覺得... 幹... 我覺得心目中最經典的東西... 然後被批評成一個好像很爛... 你是有這種風險嗎... 對對對... 就是有一個風險這樣... 嗯... 像...像...如果以... 現在年輕人的角度來看... 回到未來... 他說幹...這傻小... 怎麼只活的車... 他媽可以穿到未來... 騙鬼... 這種感覺... 因為他沒有什麼特效啊... 回到未來... 呃...對... 就比較簡潔... 很簡單的特效... 就是什麼媽的... 那個車子... 開很快... 地上兩排火... 就穿到未來... 對對對... 那火看起來... 其實... 蠻綠木的... 踩在那個火上面... 就是... 你就是... 淋了兩條... 汽油... 用火在電而已...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 這個會很沮喪啊... 嗯... 因為他的美感... 不是建立在那個... 很厲害的特效上面... 而是他整個概念... 嗯... 時間的架構... 然後... 會覺得... 很奇妙... 很有趣... 可是我覺得... 而且回到未來是... 建立我... 我覺得以後... 真的想要做這一行... 的一個影片... 蛤... 你說做表演嗎? 嗯... 其實那時候不是想做表演... 那時候大概是我... 六年級的時候看的... 然後我看了以後... 我覺得... 講故事竟然可以講到... 別人... 就... 整個... 全心... 整個人... 對... 已經投入... 那個主角就是我... 然後一直回想... 一直回想情節... 太有趣了... 怎麼這麼有趣... 怎麼會媽媽... 哀傷兒子... 然後什麼... 你記得... 我知道... 我知道那個情節... 所以... 所以... 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想當導演... 你長大就可以拍亂輪片... 結果長大變男優... 哈哈哈... 就已經沒有幹哪一個媽媽了... 都是拍那種熟女... 會亡人... 五十路會亡人... 不是媽媽無可不幹嗎... 阿嬤也可以... 爸爸又死掉了... 媽媽一定要死掉... 哈哈哈... 我也不是爸爸... 哈哈哈... 對啊... 反正就... 那時候就想要... 當... 做這一行... 想要當導演... 其實那時候... 覺得... Steven Spielberg好厲害喔... 嗯... 哇...他講的故事... 每一個電影... 都是獨立的... 都很有趣... 都好有趣... 那個年代... 巴黎年代... Steven Spielberg是王道... 對... 他的東西最棒... 對... 所以現在在看那個... 最新的... 而且... 之前不是他嘛... 最新的... 好像第二集吧... 第二集是他嘛... 是喔... 我不知道... 第二集... 他不會去做導演... 他不會下去做導演... 對... 就是監製... 可是以前他監製的東西... 其實也是蠻強的... 像... 回到未來就是他監製的... 他也不是完全... 他可能第一集是導演... 但後來也都不是嘛... 對啊... 他監製的... 其實都是有他的風格... 但是... 做導演世界你有看嗎... 沒有... 第一集第二集有沒有看... 都... 根本不想看... 阿娃娜你好厲害... 我那時候覺得... 我在等... 我在等那個... 老片重拍... 就拍新的續集... 新的樂的名單2... 我就是喜歡看... 有人被大家毒殺... 然後... 再有一個白人... 他媽的... 衝出來說... 我想知道... 我把這個錶賣掉... 我就十個努力... 我就十個... 我就想看這種東西... 就喜歡... 小紅衣女孩... 活蹦亂跳... 然後... 死在那個... 腿車上... 就喜歡看這種... 沒敢... 沒敢講... 怎麼建立... 也是Steven Spieber... 總之就是... 若瑞斯公園... 世界就很難看... 若瑞斯公園3... 就已經不好看了嘛... 3已經不太新... 可是3... 3和2... 有那個... 他太正了... 所以有救回來... 我不記得... 2還3... 有那個女... 很正的那個Telioni... 女主角... Telioni是不是那個誰的... 那個... 那個... X檔案的那個... 男主角的老婆... 嗯... 又半小時... 又半小時... 又過了... 應該是啦... 哪一個... X檔案... Moder... Moder... Moder的老婆啊... 我不知道... X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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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剛剛... Bred Pitt在Netflix上面的... 其實他... 幾乎所有片都上去了... 欸... 沒有到所有啦... 可是... 算很多... 可是... 大部分其實都算滿好看的... 欸...真的耶... 大部分都是不錯... 其實我覺得... Bred Pitt他選片的那個... 眼光還是... 還是算好的... 他的爛片比較少... X檢案... 那誰比較多... X檢案... X檢案... 他跟... 他跟... X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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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檢案...X檢案... X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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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以拍帥帥 他可以一直拍大亨小传那一种的 可是他没有 而且大亨小传已经是很后期了 他前期在那么俊美的时候 没拍大亨小传 没有拍那种东西 而且他可以拍很多约会片 约会爱情片他没有在拍 没有欸 就什么 之前不是有那种约炮的吗 就是那种 YA片 对对对 可是如果他一直拍YA片 他就会变成那个已经过气的那些演员 那些只拍YA片的男演员 但是你年轻的时候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 怎么会知道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 从小演的片子就是有难度的 你看 雅兰娜多演的前几部片 不是小时候在演智障吗 他那个时候就跟 那个时候就演 那么小就挑战智障的角色 演得那么棒 还跟那个 你不是演得很好 我没有 你不是演得很好 壮壮二号 但是我感觉跟李奥纳哥真的 程度现在就不太一样 他的智障是跟那个 强力带补戏一样的 我本拍 钱就没得拿 没有没拿钱 还要演智障什么意思 因为我不以为 乖我爸观众不会笑啊 我就罢了账 重点是也蛮开心的 他都很开心 那讲到Netflix就是 因为你的 你最近那个 谁是被爱者 我终于讲对了 谁是被爱者 你在讲什么 我今天讲 你那个谁是追杀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对 你是谁是被爱者 在Netflix上架 然后就其实 这个戏很受到矚目嘛 对对对你对你的 从从你上架之后 对你的生活 或是對你演繹的這條路有什麼改變嗎? 沒有,只有多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挑戰 對對對 差小 對啊,其實就是這樣 這樣的戲客串其實也不是第一次啊 然後其他也 對,也不能算客串 你算是一個還算有一定份量的一個角色 對 但是以參與的 的份量來說其實還是算客串 因為只有兩集而已嘛 總共八集還是十集 然後 腰腰又問我說 欸,這樣拍了這個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更多的機會啊 但事實上我以前拍的東西 也就是也是偶像劇啊 也是在無線台也是有播的這些東西 住左邊住右邊嘛 對對對 但是在之後也有 在之後的陸續的偶像劇 都有一些 助理 那個那個 珍愛找麻煩的助理很有很紅的 好 但是 但是我講 那珍愛找麻煩 那真的是每天基督上都會出現 那真的是蠻大的 對 然後那個成績也不錯 但是到後來 那個已經是2011年的事情了 對 現在是2020 所以 所以中間也有像什麼 飛魚高校生啊 那種 我們可能 不太會看的片子的那種 整個校隊是游泳隊 然後大家就是秀身材 然後大家就很愛的這種 這種東西然後 我也去當了一個記者吧 因為那個導演是 當初正在找麻煩的導演 OK 對 只要找有兩個導演這樣 反正就是導演有來拍這個 所以他又找我來這樣 但其實 他又找我去飛魚高校生 這件事情是因為 他看到海浪法師 啊 是因為海浪法師的關係 海浪法師讓我的機會變得比較多 曝光率 而不是誰是被害者 嗯 對 所以 就是 誰是被害者 其實一樣是從演員在思考 啊 只是 海浪法師只是從天上掉下來這種 突然竄出來 他突然 喔 對喔 欸 還有撞撞 這樣 嗯 所以 所以 其實他對我的影響 其實並不大 OK 也許他還在醞釀 跟也許未來會有一些 對對對 你這樣講就對了 對 那 因為我講到這個我就想不到 因為 我之前前兩年在北京做脫口秀做表演 工作 那 因為你 莊莊你從 比如說 11年就有張愛嫂麻煩這種 代表性的作品 然後在之前還有住左邊住右邊 對 就可能 你演藝可能這樣演藝表演 有曝光 在螢幕上曝光到現在可能已經20年了 欸 螢幕上的話應該算15年了 15年 15年 從 這不是肯德基 大概 啊 對對對 零 04年左右 對 04 然後05 因為04那個那個廣告的關係 我被 在05被介紹給王偉忠 嗯 然後偉忠哥認識我 所以我才去住左邊住右邊 那是05的事情 現在20 所以其實是15年而已 15年 那 這15年 因為你有 你在 就是斷斷續續 就是在這個媒體上有曝光 所以 也應該 應該也會有一些大陸的機會找你 應該感覺應該也會有吧 然後你有曾經有過去過嗎 還是後來沒有選擇過去 因為我知道你在你有去大陸巡迴演出這個舞台劇 那影視作品呢 嗯 影視作品 嗯 嗯 欸 其實 沒有耶 因為其實應該說大陸片 對 大陸片後來 都開始在下包給台灣 台灣在做 啊 對對對對對 其實在台灣就能排到大陸片 對 其實 前一陣子那個 納克的 怦然心動 那時候是 中天 他們 中天一直都是那種 談話性節目啊 然後新聞啊 但是他第一出 自己要做一個 偶像劇 哦 所以他們那時候就跟 有大陸的資金 然後 變中天嘛 不意外 對 他們關係就是這麼好 關係就是這麼好 就這麼好 所以 他們就是要做 所以 那次的 那次的狀態就是 中天要做大陸的資金 然後 找了一個 算 算比較 台灣代表 胡雨薇 嗯 然後女主角就是 大陸人 OK 然後 蠻多這樣的組合啊 就是 戲蠻多是這種組合 然後再 文大牌 嗯 但其實會有點奇怪 不知道他 應該可能會事後配音吧 有有有 大陸台灣槍 對啊 其實 其實其他旁邊所有的人都台灣人啊 對 所以其實是女主角的 女主角的聲音怪 那有沒有辦法去 圓這件事情 對對對 可是為了 如果只為了女主角一個人 然後其他所有人都重配 也蠻奇怪的 對啊 所以那個就 對我來說也算是 大陸片 那那個還沒播出 就一直延後一直延後 嗯 所以其實已經是 所以你有參與這部戲 對 然後那部Social 就是Comedy喜劇俱樂部的 老闆 的 老闆 總監 他後來變成是救火的 編劇主 啊 有 我有聽過這件事情 對對對 他是 因為之前的 他 他這件事情 好像一直 一直延 劇本一直有問題 就一邊拍一邊改 一邊拍一邊改 然後那時候有點來不及了 前面的編劇群就說 真的沒有辦法再做 我再這樣改下去 我們做這幹嘛 所以他們就走了 走了 就必須找另外一批來救火 Social就是其中一個 你Social那個時候 還有體力去 除了Comedy外 再做很多其他活 幹其他活 現在Social現在快50歲已經老了 他可能沒有體力幹這種事情 但沒有啊 其實他 我覺得他的 他的安排其實是一直類似的 就是他 他 編導 他本來就有一個網路公司在做 不是嗎 對 他常常都要去 劉昌嶺那邊弄 現在還是持續的 一直還是有 一直還是有 他就說 沒有特別賺錢 但是員工什麼都在 所以就 不算了就繼續run 雖然他們的那個語言啊 什麼都很差 但是 就照做 你說語言是指電腦 電腦 城市設計 網路公司 城市設計也很差 對對對 不是說話 喜劇 喜劇公司 搞笑功力很差 所以有盡早這種人這樣 欸為什麼我幾棟房子不見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的理財能力很差 雖然我是做老闆的 所以董報他很有錢 反正他就是 他一直 身兼素質嘛 然後他以前 早期也有在 不是也有在fine一些電影 對 然後其實以現在來說 他不是在寫書嗎 對 然後再往前幾年 他還有參加那個 是文化部舉辦的那個 優良劇本 哦 對他還有去參賽 還得到一些 假作 假作 對啊 而且他是 他那個故事就 我覺得 蠻不錯的在講 台灣在早期點 我以為你說已經很緊了 他現在已經很緊了 沒有沒有 表示他其實還是蠻強的啊 對 他 我承認他 他有他一些不錯的sense 對啊 對啊 就是 對啊 就是這樣磨下來 還是有一些 他有一些什麼這樣 因為講到so show 這些這些年來 他的創作 這些作品 其實我們兩個都參與了很多 對不對 因為我今天 就想要找你來錄 podcast 我就回想 其實我們一起表演很久了 只是 就是沒有去注意到這件事情 大概就是我們認識10年嘛 因為我到COMB10年 然後你是13年 你是12年 我2007 所以算13年 你 我2009 2009 我2009年末到了 所以你11啦 就算11 所以我們認識11年 可是我們一起合作演出可能有 可能有89年的時間 然後我不太確定我們一起同台 第一次是什麼 但有可能是搜集做了一個戲 在申平戲院的那個什麼黃金層 那可能是我們第一次同台 有可能 你演什麼角色 我演一個那個啊 那個什麼 日君啊 不是 我演一個那個 武林高手 然後叫什麼 一個很奇怪的名字 然後 然後你是演穿越到 早期古早期的 滔金時期台灣的九份的一個男主角 叫阿傑還是什麼鬼的 對 你叫阿傑 然後我是一個 隱藏身份的一個武林高手 突然 你們演戲演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搭救你跟女主角 然後在那邊 自己以為武功很強 真的嗎 完全忽略這個角色了嗎 沒有啊 因為我從 譬如說 我剛韓倫娜嘛 對對對 我剛韓倫娜在裡面 然後 然後他就消失了 對 他從那個時空隧道裡面就消失了 然後我突然醒來 然後我去找他 然後他就突然 他就是 一個酒店裡面的紅牌 對 對 然後 你在哪裡啊 我在就是 你們 你們那個 你在酒店找到他 然後你們都已經唱過歌了 對 然後演到中間的時候 我才出來 for some reason 因為我也忘了 不是一個 很大的 很大的角色 for some reason 我出來 搭救你們 然後你們可能被 日軍抓起來 對對對 然後就有一些武打 簡單的武打 然後我們還一起 我們還說要一起 要把那個 用你的C4炸彈 把那個東西炸掉 對對對 對對對 還是有這樣的效果 你就是 你就是突然跑出 喔 你就是突然跑出到一個人 受有點影響 雖然我們一起演過 但是 你記不記得我們還有演那個 靈異神劍啊 靈異神劍是在 那 靈異神劍好像在 其實在更之前 蓋更早 就是電影說說看 對對對 所以電影說說看是先嘛 應該是電影說說看 所以我們第一次做 對對對對對 就是那一次 為了要讓生平戲院重現當時的那種 無聲電影的狀態 電影說說看是第一部作品 對 所以電影說說看我們就 靈異神劍了 然後我 奇怪 我怎麼記得我有跟歐俊 對過 然後你 偶爾是你嘛 對不對 就我們有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角色都有 AV卡 然後幾個角色 然後幾個演員 然後你兩個角色 好像都會演 對 我是 我在前 那個電影說說看我們演了蠻久的 這個是 雖然定幕劇嘛 演了快可能一年兩年 可能 可能沒有到兩年 可能一年多 然後 在第一年或前半年的時候 我是 我是算是 製作 製作統籌 我算製作 所以 我每一場都要到 就算我沒有演出 我也要到 對 所以我兩個角色 我都 我都會演 因為我都看 看多場 我兩個角色都可以演 是喔 你每場都到 對 但 那個時候我還 我才剛表演脫口秀兩三年 然後我對演戲一竅不通 所以 如果我演你的角色 我就很吃力 因為你的角色 其實 你還有 你有個橋段 你還要去 說書 還要說電影 然後你還要那個 其實那種東西很吃力的 那種表演的力 那你現在做起來可能 其實沒那麼難 現在好應該好一點 對 有好一點 對啊 所以我們一起表演過很多 很多戲嘛 就這兩個 然後後面還有一些東西 後面還有我們去大陸 大陸 我們去上海 然後去北京 對 那是我 第一次去大陸 就跟你跟你去 上海北京 對 然後坐郵輪 我沒有去郵輪 你沒有去郵輪 我沒有去郵輪 那那時候忙什麼 那就是沒拍我去而已 沒忙什麼 就只是沒拍我去 為什麼啊 for some reason 那時候很黑嘛 一直都很黑 我也記得 我們在北京 不是中間 你是我們演戲嗎 中間串長出來 你要送保險刀 那是上海啊 那是上海啊 上海大劇院啊 這是上海大劇院啊 但是我們沒有在北京演過啊 沒有 我們先在上海待了半個月 然後我們被北京的一個脫口秀演員叫宋啟瑜 受到他的邀請 一起到北京待了一個禮拜 然後Social每個禮拜要去 宋啟瑜的地方交脫口秀 然後我們當助教 然後我們週末演了 三場表演 還兩場表演就走 就飛回台北 然後就是因為那一次 就是因為那一次我們去北京 然後就認識了一些北京脫口秀演員嘛 然後 裡面有一個叫Tony的嘛 然後他就 後來 他就在又聯繫我 說要不要再去北京再表演一次 然後他有聯繫你 可是你沒有理他嘛 好像是 然後我就去了 因為我也沒事幹 我就去了嘛 他幫我付雞 雞加酒我就去了 然後我就去又去表演了 隔了兩年又去北京表演一次 然後表演 那次表演的時候 就氣氛還不錯 然後廠下剛好開心 麻煩製作人在看 他就跟我簽約嘛 就想說要跟我簽約 大概流程是這樣 過程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問我說 有沒有興趣過去 可是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只是想說 只是又過去 到底 過去演一場兩場 到底意義 在哪裡 我是不是要深耕內地市場 我有嗎 我要嗎 我有辦法嗎 如果沒有辦法 對 到底這一趟 如果說過去 到底意義在哪 但是你就證明了這個意義啊 就高好 就是我證明了就是沒有意義 也不會啊 你去了以後 我覺得去了你 還是你回來以後 有 比較有更 對這一行更 更積極一點 這是有的 更有概念 然後 你也比較有自信一點 這是有的 你要帶 你要帶 如果說去 去大陸之前 你的確是有在 社區大學上課 然後 交集性表演 對 但是 你把這個帶去 然後現在 每週在 卡米蒂 帶 帶即興 我覺得你就更 你自己其實是更成熟 更有自信帶這件事情 某種程度的確是 因為 對我來說 一個人去北京闖 待了兩年 那會 讓我磨練到很多 因為我以前 我從小到大 就是一直住在台北 然後也沒有離開過家 所以一個人到外面打拼 不管 你有工作沒工作 不管你遇到什麼事情 都是成長 都一定會成長 對啊 因為你本來就是一個 就是一直住在家裡 然後 爸爸媽媽把你照顧得很好的一個人 沒錯 完全沒錯 所以你出去 我覺得的確 的確是 讓你 我覺得比較成熟 是 稅有差 對啊 而且我就覺得 就是很奇妙 就是等於有一種 有一種分岔路 就是說 原本 我們在北京 我們不是去住那個 蘋果社區 對啊 然後那邊有一些 漂亮的小姐姐嗎 對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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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來 後來 後來又去北京待兩年嗎 我就到處問人家蘋果社區什麼地方 的確就像我們那時候聽說的一樣 就很多小模直播主 然後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 小三 人家包養小三 就把他丟到蘋果社區 因為那邊的就是 那就是 他們就喜歡住在那邊 因為那邊很有文化氣息 然後住起來很舒服 對對對 然後又教 各方面又很方便 所以 那些正妹都喜歡住在那邊 而且那附近 那個附近 就是 隱世重鎮 就是很多傳播公司都在那邊 所以他們要如果那些 那些 小模 他們 直播主 他們有點姿色 他們想要去到處去試戲什麼的 都很方便 要潛規則也很方便 就導演直接來到家很近 好好好 我說那個 分岔點就在這 就是說我們一起到那邊 其實原本是 非常陌生的 對那邊很陌生 對那邊文化也很陌生 但是 到後來是 你已經對整個地 那整塊地方都非常熟悉了 然後對我來說 那個是一個 記憶很深刻的一個 旅行而已 但是你後來變成一個 你常態會住在那邊的地方 然後很熟悉 我覺得 很奇妙的感覺 這蠻好玩的 整個體驗下來 這兩年 在北京這兩年 酸點苦辣都有 但 總歸來說 是蠻好玩的 很多 很多回憶啊 或是學到很多東西 對啊 那時候知道你去 覺得 我覺得 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阿德 合得合能 可是乾你不要這樣講 因為 很多人都說 我去 我一離開 我一離開 台灣 之後 台灣博恩就坐起來 整個台灣 脫口就坐起來了 就我去的時間 其實某種程度 以時間來講 算有點爛 以時機點來講 那你怎麼沒有想說 可能是你離開了 台灣才能坐起來 對我就是這樣想 我覺得 我就這樣想 所以就是有你的功能 其實時機點 就太好了 如果我留在台灣 台灣就沒人想要看Google show 靠腰 因為我覺得 跟你相處最有趣的就是 因為我們一起出去外面表演 很多次 跟你 相處最有趣就是 你比較每次出去玩出去表演 有你在就整個氣氛就很high 所以你是那種 從小到大就是這種 個性嗎 給你 會很自動會把你很瘋狂的一些點子或能量散發出來 感染到大家 其實也沒有 我其實不是 我其實不是這種人啊 我其實是 可是我們都 人都有分 檯面上 檯面私底下 那也許是 檯面私底下是不同嗎 還是說你是以前 不管 檯面上檯面下都不是這種人 是後來轉變 我覺得慢慢有一點在改變 就是我其實從 進入青少年時期來 是走一個比較 憂鬱的路線 就是我的確是覺得 有一些是 感覺到人生有一些是無奈的部分 我控制不了的部分 有一些 我家裡的狀況或什麼 那我就覺得 是這樣 然後 進入 戲劇系對我來說是一個展開 就是說 原來 原來有一件事情是 我很喜歡 而且我真的就是 做這件事情 而且我是 需要天天去做的 其實我對我來說 我是覺得 很開心 很幸運 但其實 那個就可以 釋放出 我其實內心裡面 覺得很搞笑 然後很喜歡 博得大家眼球的 這種 這種個性的部分 隨時接觸了戲劇才 慢慢展開 這方面的性格 就是 原本有這些 但是對我來說都是比較悶騷 因為 出不去 沒有管道出去 有有有 因為只有 國中高中就是念書而已 我覺得那段時間對我來說很痛苦 嗯 就是說我不懂為什麼要 念這個 嗯 對 然後 其他 但是對我來說就是其他人都念得好好的 就是 有一些當然功課很差 有些混流氓或什麼 但我覺得 我好像不用 這個很不合理 沒有邏輯 就為什麼要念這個 就念了之後 念了國中三年 只是為了考 高中 然後高中三年 只是為了考大學 我就覺得 我那時候就覺得很不合理 其實我那時候很喜歡 畫畫或什麼 或是學校有什麼 社團什麼 其實都會去參加 我覺得那個才是 我就不懂 對長大的世界不懂 然後到大學之後 其實 有一部分是 性格有因為這個 這一件事情而打開 然後去 就是去演不同的角色 然後什麼 街不一樣的案子 但是 私底下 其實對自己的個性 還是覺得 覺得很模糊 其實在大學 還是在摸索 就是說 我到底是 很開心的 到底 還是我是很 害羞的 猶豫的 這種 你就會再思考說 我在外面開心 是不是 撐出來的 對對對 就我不懂 那我覺得 我就是不懂 然後到現在才 出了社會 慢慢 磨來磨去 才把真的裡面的自己 磨得比較出來 才會知道說 真實的自己的狀態 對對對 就是說當然有人生有不開心的時候 對 那就是 那也就是真實呈現 可能就不開心是不開心 但我知道 不開心跟不開心其實是分開的 它不一定是 因為有些事情讓我不開心 但它不用去影響到其他的事情 不用到影響到其他的時間這樣子 我開心的時候還是可以很開心這樣子 那你說的就是 我覺得我跟你就是有一種 就是 你就是 嗯 你在想用什麼字眼嗎 就是 就直接講 就是跟你特別好玩 ok 因為我覺得某種程度我們兩個有一點點像 誰跟你像 我就知道你在講這個 所以我剛才一直不敢講這個話 但我就他媽的要講 就是 我覺得有像的部分就是在於 可能我從小我有跟你講過嘛 從小就有表演慾 然後 所以 但我也很悶燒 因為我也怕失敗表現不好 或是被笑 所以我也悶燒 那是因為 透過了 有機會表演 或是說學到 學習表演技巧之後 才會慢慢知道 怎麼樣去呈現 我內心的那個表演欲望 然後又可以讓自己滿足 觀眾也滿足 所以 所以這樣進入這個環境之後 進入卡米迪這個環境之後 就是會 會越來越做自己 就是因為 最 你會想要 你有這個工具 你有這個能力之後 你會想要把自己調整到最舒服的狀態 最真實的自我展現 那 我說我們個性有點像 就是說 我們私底下可能不一定是 我們私底下可能是悶悶的人 就不講話的人 但 只要遇到人 就會人來瘋 這個通常是有點像 是 但以前就是會 會想說 我人來瘋 我是不是很矯情 我是不是很過創 對啊 好像是我嗎 對對對 就是說那是 那是我嗎 我是這樣的個性嗎 那為什麼私底下 我不是這樣 所以我是哪一個部分 是在演的 對 但是 現在就會 就會知道 其實都是 都是自己 因為人版就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 那人來 然後卡米帝就是一個 其實很舒服的環境 哈哈哈 所謂舒服是 你看到誰想就要怎樣是怎樣 對你來說就是壽司 對 因為你他媽在那邊最老 我想要幹你我就幹你 我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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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s你我就diss你 超舒服的 diss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哈哈哈 抱歉抱歉 然後 搜尋怎麼幹你啊 人氣不會幹喔 哈哈哈 想幹嘛 你幹嘛超舒服的 對對對 完全就是舒適圈 對啊對啊 就真的舒適圈 所以其實我以前在 在卡米帝也有一種 其實跟這件事情 是有點相像的 就是說 我在這件事 我在這裡面 好像是不是一個舒適圈 嗯 不過 之前有一段時間 是一直 嗯 不來這裡 哦 堅持盡量不來這裡 欸 就是 尤其是工作不好的時候 就是 工作不好的時候 反而不來 對 嗯 就是 嗯 因為卡米帝其實 以前 尤其在往前之前 沒有到那麼賺錢 嗯 我們在這邊賺不了很多錢 對對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我如果在 真的沒有好好賺錢 我不應該把花太多時間 在這上面 你覺得這是一個玩樂圈 是舒適圈 不應該浪費太多時間 在這地方 太舒適了 嗯 對 一部分是這樣 在裡面就是老大 或什麼的 是是是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覺得 我脫口秀 我好像還沒有找到方法 其實 雖然我已經開始做 轉場 慢慢開始做一些轉場 對 你做靈靈做的四檔轉場 就從以前到現在 對對對 其實我是從2014還15開始做的嘛 其實從2010 其實在卡米蒂的時間那麼久 前面有一段時間也是不來 就是 其實 其實 雖然表現 呃 我剛剛聽你講 我就想要講的就是 我們 因為我們 我們是戰力幫 我們是第一屆的嘛 我們是算是卡米蒂第一屆脫口秀演員 所以你就是 第0屆 你跟瓜吉算是卡米蒂 第0屆脫口秀演員 可以這樣講 可是瓜吉來的次數並沒有很多 瓜吉很少來 後來根本不來 對啊 他以南宮博是 就是有一個聰明樣 可是他 他用一個有沒有 你記不記得他用PowerPoint 就是他拿一個電腦上來 然後用PowerPoint 可能是不是打 打投影上去 就是他每次要講一個什麼 然後他還在換 好像有這回事 因為我忘了 太久了 我記得他那樣就是 但是他又那個又有點Delay 然後這個形式又有點 有點 不Active 就是 就是一種 他就是冷冷的那種笑話 那個就會 大家會比較 那時候沒有work 對 OK 所以我不會說他是第0屆 他 就是偶爾來看看 的股東 的股東 OK 所以 對我來說 就是我們第一屆的人 我們要 我們是一邊表演 一邊看 模仿我們的前輩 就是你 就這樣一路下來 然後所以 等於是你們就是我們的標竿 是 就我們一邊表演 然後一邊看你們去學習 是 但後來我 我發現說 你其實是一個很爛的標竿 為什麼 你就是很爛 因為 因為你的東西根本就沒有辦法模仿 我們想要模仿其實是 是不可能的 喔 因為你的脫口秀風格太 太unique 就跟 在 在 台灣的 我覺得台灣目前脫口秀 所有的脫口秀演員 來你的風格太特別了 很特別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就是 你的脫口秀表演 你有 百分之八十是靠你的acting 是不是有點少 低估了 是不是有點低估了 這是90% 你有80%是靠你的acting 然後 10%是improv 是即興 文本帶不到10 我終於講出來了 真的 所以你對於這種精闢的見解 你有什麼看法 我以為不會被發現 所有人都發現了 好不好 我是比較笨 我看了三年才看懂 為什麼物重重怎麼做到的 哇 每次故事都不太一樣 可是 笑點也不太一樣 有沒有 可是 原本 一片死奇跟觀眾互動 整個都活 場子都活起來了 怎麼笨到 我想學 那根本學不來 根本就學不來 所以 我個人認為 五六年前 除了我以外 應該有很多 應該很多 托普圈員都嘗試 想模仿你這個套路 這個感覺 但所有人都失敗 連我都失敗 我只能模仿 要你一點皮毛 但我就得收回來做我自己 不然 再下去一定死 那譬如說是什麼 像模仿哪一種 最直接的就是 就是模仿你的互動 跟觀眾的互動 跟觀眾的互動 因為你的 你的互動在 現在 現在也差不多 就是你的互動 跟觀眾的互動 一直以來都是以 激怒觀眾為主 或是說 不是 應該不是激怒 應該是說 激怒是一部分 那主要是 那個字眼我忘記叫什麼 就是 我忘記那個字眼 反正就是 刺激觀眾 然後 嗆觀眾 嗆觀眾 刺激觀眾 就搞一個觀眾 讓其他人開心 這個是 其實這個是很 Typical的劇場手法 但我們以前都不知道 因為Social沒有教我們 然後我們 我們也不是課班的 所以 對我們來說是很新鮮的東西 但這個其實這樣 然後後來發現 在劇場界行之有年 對不對 劇場界嗎 沒有在劇場界 劇場界誰敢 演員敢下來激怒觀眾 就是 或是說 應該說是早期的劇場 就是那種 比如說什麼 我們說什麼 羅馬世紀什麼 我不知道 我對劇場史一點都不瞭解 就是 就是說 羅蘇克羅 羅蘇克羅 我是劇場 我要跟這個獅子演戲 對戲 我叫你媽 你這個沒毛的獅子 是不是 是被激怒的感應 為什麼 我想像那種劇場史 早期發展是這樣 然後後來 就有個勇士很屌 叫莎士比亞 沒有這種 劇場其實沒有 劇場其實沒有 跟觀眾互動 應該說 台灣劇場界 跟觀眾互動最強烈的就是 瘋狂電視台 你沒有看過瘋狂電視台對不對 他就是 他就是把電 把現場的那個 這個轉播的那個 攝影機 然後兩台 然後直接拍底下的觀眾 然後主持人像 崇哥嘛 湯崇順 他就下去 就是用他 非常詭諧的主持功力 就直接也是 酸觀眾啊 嗆觀眾啊 然後玩這些東西 但那個已經是我 脫口秀很後期的 才加入這個 這一齣戲 所以跟 那個學習 是沒有關係的 但我覺得 你說typical沒錯 但是我覺得是比較脫口秀的 就是 嗯 再講 再講歌廳秀一點 講朱格亮 朱格亮就是 嗆來賓嘛 對 嗆來賓 然後他嗆來賓 或是嗆觀眾 他也不怕嘛 因為他就是很討喜 大家就是來看他的 所以他想怎樣就怎樣 對 某種程度是這樣 然後 脫口秀也是這樣 就是很多看到就是 在嘲笑底下的觀眾 然後大家都很開心 嗯 對 應該說 我們才 那時候才剛接觸脫口秀一兩年 我們根本不敢這樣做 也不懂要怎麼做 也不會 可是你 你示範了這個東西給我們 這個是 為什麼你敢這樣做 還是你也是 你也是慢慢失敗中 建立起來這種互動模式 我覺得在劇場的比較後期 比較後期的小劇場 然後 因為大家的 距離很近 但跟觀眾其實沒有關係 是我跟劇場的朋友們一起玩的時候 我那時候已經變成劇場的 那個小劇場的 一哥 好不好 一哥 然後 你在卡米地一哥之前是小劇場一哥 對 那個小劇場的一哥 對 然後 因為其他人 大家都 大家就是很熟嘛 但是就是 大家都會 有不同的個性 嗯 然後 然後 玩啊 或是什麼 就會玩很開心 把人家整個 就很輕很小的人 抱起來 然後把他塞到 什麼道具裡面 然後在那邊轉他 然後所有人都很開心 那其實也就是五六個人 大家很開心 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的確有感覺到一個 神奇的一個什麼東西出現 就是一個 我就是在欺負人家 大家都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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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欺負的人也很開心 這個是你的特殊能力 因為我 我至今 我沒有看到其他人霸凌別人 大家都很爽 我沒有看到 哈哈哈 真的特殊能力 就可能會 其他的弄可能會 真的會激怒人家 會喔 因為 你看從我們 我看你 從以前到現在 你不管是霸凌小歐 哈哈哈 你在霸凌最多隻的 就是小歐吧 好像也沒有別人 小歐就是第一名 六塊也有啦 六塊也有啦 我們去上海的時候 我的照片都還有PO到群出力 哈哈哈 因為其實 沒有 都是Social叫我弄的 哈哈哈 你弄搭啦 你弄搭啦 你弄搭 然後你就乖乖過去 哈哈哈 哈哈哈 哇 他養的那個什麼 哈哈哈 姓的那個獸 姓獸 姓獸 對啊 然後放出來 他媽搶盡別人 哈哈哈 對對 就是 你的 你有一個特殊的一個 能力 就是你霸凌別人 大家都很爽 可是被霸凌的也很爽 對啊 就是大家很開心 這個是 就是這個東西 其實跟脫口秀很有關係 就是它是一個尺度的拿捏 對 但就是在那時候 我突然覺得說 這個東西好有趣喔 然後後來講脫口秀的時候 一開始也沒有 發展出這個東西 可能 觀眾也很少這關係吧 可能玩不起來 嗯嗯嗯 就也不敢 然後到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就 可能是不積業吧 就是 要把自己撐到一種 狀態 對 要撐到那種狀態 就是 是因為你發現 要撐到那個狀態 觀眾才會好學好笑才會爽 欸 或 應該也不是 應該對我來說是一個 比較 偷懶的方式 就像我現在撞撞撞 撞二號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 我撐到爆了 就是我沒有在在乎你們的 好懂 脫口秀有時候必須這樣 嗯 那不積業 我自己把它設定成 好像我就是這樣 就是 在那個狀態 對在那個狀態裡 我吃了無敵心心 他媽 我怎麼做 OK 哇這 80%的表演嗎 這 你就是靠80%的表演 加 10%的即興 加10%文本 邊想邊講 幹這太扯了 真的 每次看到你邊想邊想 我就覺得 我在台下就想說 幹這這媽太扯了 這比扯鈴還扯 這什麼啊 然後官全長 媽瘋了 爽了跟什麼樣 這太扯了 對 我可以承認 我承認 必須看你表演 必須承認 狀態 狀態 占很大的部分 但 但不是適用於 每個脫口秀演員 嗯 對啊 對 但我可能 我覺得前面的累積 可能還是有關係 嗯 就是 嗯 跟觀眾 就是了解表演 這麼久 對 然後知道怎麼做 觀眾 我也會知道 這麼做觀眾的反應 會是什麼 可以預測跟 你有那個經驗 對 可以預先拿捏 知道這樣做會變怎樣 那如果人家有什麼反應 大概怎麼做會比較好 這樣 嗯 然後 又撐到那種狀態 所以就 也知道聽到那個狀態 大家會很開心 這樣子 對 但是其實還是有一些 出錯啊 就是 講到人家 有點不開心 什麼的 偶爾 其實是會發生這種事情 對啊 也是說 也是在現在康米地去說 什麼 現在很胖啊 什麼之類的 哈哈哈哈 不激烈啊 我就說我變胖 沒有 我就講說 我變胖就是為了體驗 體驗胖子的感覺 我就可以 因為政治正確 對對對 我就可以 這樣 我就可以 被指刀就不高興了 欸 臉好像有點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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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一遇攻擊我 沒有 攻擊你是因為大可愛的關係 哈哈哈哈 講出來了 哈哈哈哈 攻擊你是因為 因為我之前 有沒有 今年開始 開始上 Open Mind嘛 嗯 然後我就在那邊 每次就在那邊 前兩三次都在那邊講大可愛嘛 混胖啊 喔 什麼西遊記 這樣嗎 就是演西遊記主發街啊 什麼之類的 在演西遊記囉 什麼什麼 然後大可愛 我覺得大可愛 變臉了 哈哈哈哈 所以你就後來把那個笑話 原封不動 只是角色換成我 再重講一次 沒有我就覺得 那我知道 好 那我說 怎麼樣做你比較不會不開心 這樣 不要講我啊 哈哈哈哈 很爛嗎 我覺得有點 對 乾脆講 東區德好了 然後是 所以開始決定講東區德 才出現東區粉圓 對 懂嗎 懂了 講到胖 講的是什麼 東區德沒有生氣啊 他不會生氣 重點是 讓我生氣的是 居然還成立 這句話還是成立 不好生氣的地方 但講出來大家有傻眼影響 觀眾有想法說 明明就有一個 你不講 什麼東西 我說明明就有一個更明顯的 你不講 你講這個 你做了十 你做了十一年 十三年 十三年的脫口秀表演 但如果是 以戲劇表演的話 可能是二十 對如果 因為大學的時候 可能就已經在國多了 所以也算二十多了 二十多 哇 所以 這 這二十年來 我們現在講 我們講脫口秀好了 這十三年來有沒有 讓你印象很深刻的 演出的一個經驗 或是一個 一次情況是怎麼樣 嗯 我想一想 如果 我覺得最 最經典的就是 有一次 不羈夜 歐也有參加 很難得也有參加 在送菸的時候 而且他是不是做即興啊 他中間有一段 欸我忘了 說文解智的那種 是不是那一段 嗯我不記得欸 ok anyway 因為我只有 我都一直在準備 到我上場 趕背到我上場 這一次 typical狀狀 典型的狀狀 那我上去之後 我上去之後 就觀眾就坐很前面嘛 但是因為歐也的關係 所以以前很多他的學生會來看 嗯 所以我就 有一對男女啊 我就 我就說 今天 你們今天有什麼關係啊 然後 你們是男女朋友嗎 然後 然後 男生搖頭 女生點頭 女生 女生點頭 男生搖頭 而且女生還不知道 男生搖頭了 我還跟那個女生講說 欸你那個 那個 男生 男生其實是搖頭 女生才趕快看那個男生 然後 一臉就罵 臉就紅了 oh shit 他們是很認真的在表達這個形容 他們不是在開玩笑的 那種 對啊 就是 女生也不會覺得 完全沒有想到男生會 否認 哇這那麼暴難看著 結果我還再繼續加一筆 我說 其實很簡單 就看你們有沒有出來就知道了 更更 他們更笑不出來 對 變臉女生說 這可以講嗎 oh shit I know 可以這樣講嗎 我說 這是不急耶 你不知道嗎 你們都是我的啊 他已經變臉了 可是如果他 因為他們變臉的話 其他觀眾可能也笑不出來 呃 但是因為他們坐在最前面 所以還好 其他人不知道他們變臉 哈哈 那對演員來講就沒無所謂 哈哈 我知道這個情況這樣子 但我知道這邊有一個 黑色的一個 負能量一直往這邊衝過來 到最後演出結束之後 就歐爺爺演出完 最後大家不是贊成一排 送大家出去 那女生是看都不看我 yeah 可以理解 我們停一下 結束了嗎 歐俊到了 那這個 我們就停一下 好 我們剛剛聊到一半 其實也快聊完 然後剛好今天 就是 亂錄了一個特別來賓 歐俊 巴掌博士 巴掌博士 不能講歐俊 不是 巴掌博士 巴掌博士 巴掌博士你比較好用 巴掌博士你比較好用 巴掌博士其實現在還蠻紅了吧 應該是沒有壯壯的三分之五 對 因為他那個什麼 海濤法師啊 宗學好亂 宗學好亂 亂鬥 宗學亂鬥 被偉大利槍到 哈哈 偉大利 伊大利 有根據 對 我們先 還是我們走 我們先走 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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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到剛剛 我覺得不錯啊 我想要聊一個東西 就是你們兩個 跟你們兩個有關聯的是 因為我們知道 我剛剛沒關聯 我們怎麼會沒關聯 拜託 我都不想講了 真的 歐俊你們兩個有很多淵源 我們留到歐俊那一集在錄 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 壯壯的部分講完 淵源拭目以待 下一集我就會講給大家聽 這邊這一位 好不好 全身是毛的 我跟他的淵源可生 我想先聊的是 因為你們兩個都是 都曾經加入過很紅的 YouTube團體 那今天因為歐俊是 反骨男孩 的巴爪博士 然後壯壯以前是 上班不要看的台主 海浪法師 哇 你的眼睛也有錯誤 對 套了財保險 不套補保險 保險一定要套 我們都沒有套貨 今天都沒套貨 你講的跟海浪法師 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 跟海浪法師 我們上次介紹 就是有人來 要找我們 錄YouTube 就直接借好他 法師 三百多萬點閱率 對不對 可是我那個 是海浪法師 海浪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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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到 我的有一部是 四百多萬 但是我不會這麼講 你放心 真的 你說的是 潛規則雷拉 那一種 對對對 四百多萬 對 所以你想要講的是 八爪博士 某種程度 已經超越海浪法師 不不敢這樣講 我絕對不會這樣講 不會超越他的三分之五 還好跟每個人 維大利 所以這方面 真的 又不是這方面 真的 壯總還是前輩 在這方面 雖然我不是專家 但是也是這方面的權威 應該是OK的 我那部影片 就沒有我 拍不成 沒有雷拉斯 沒有你 我覺得 隨便 隨便一個人演技都 也不一定能做 那 如果沒有海 海浪法師 海浪 海浪 對 沒有海刀 怎麼會有海浪 哦 是這個意思嗎 有道理 主要是這樣 要這樣講 也是可以這樣 對不對 沒有林犬 怎麼會有萊西 又來了 真的 不好意思 今天這個是 德哥的頻道 我覺得 好像不是我的頻道 我覺得 被反客為主的感覺 你早就開始知道了 剛剛你說他要來 我就覺得很不妙 你還在那邊興奮什麼 我就覺得不妙 難怪我在樓下 網上一看 一個黑色會 好像千百個不願意 我從上面 一直吐口水 沒吐到他 沒關係 言歸正傳 言歸正傳 就是 大家都知道 你在這個 上班不要看 海浪法師 這個角色的爆紅 可是後來 你跟瓜吉就終止合作 對對對 然後 對對於這件事情 到現在 因為我們知道 8月15號 你也要參加瓜吉的ROAST 所以看起來 你跟瓜吉好像 是 8月14 對 是8月14 這個就是8月份 這個 今年8月14號 我們會有個 瓜吉的ROAST 火烤大會 由我們卡米迪西 去俱樂部主辦 壯壯跟我 我們都會參加 博恩 龍龍沒有 博恩 所以 看起來好像 因為你都已經參加 他的ROAST大會 就表示你們關係 應該已經 和好了 那 只是說對於 這件事情來說 到現在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 看 你現在看上班表看 其實經營還不錯 你會不會有點遺憾 或是說有什麼想法 從現在來看 之前發生的事情 我的確是蠻 覺得心裡覺得 不太很舒服 就是說 如果他們經營得很好的話 我心裡沒什麼不舒服 我就覺得 你覺得心裡也還好嗎 我上次 無意中看到一個YouTuber 就說 瓜吉 我 我 我就是你爸 你是在林馬卡好笑的 的頻道看到 我無意中沒有 我就上面 我也沒刻意搜尋 你 我就想來看多偉秀 然後還有撞到 瓜吉 我告訴你 你爸 我不會罵你 但是你爸就是我 我覺得很屌 壯哥真的很屌 他心中就是愛 沒有恨 真的 他其實主要是關心他爸 就像我關心蕾拉 主要是關心他的親戚 好不好 身體狀況好不好 最近奶奶身體健康好不好 沒有這個狀況 心中充滿愛 那你問候一下瓜吉 我問候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經營得很好的是 瓜吉他本人 對 他本人經營的 我覺得是比 其實比上班不要看 還成功 還成功很多 所以 以他一直以來的狀態來說 其實他就是經營他自己就好了 然後偶爾找一些旁邊的人幫忙 但如果離開上班不要看 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蠻大的一個 搶戰 對 蠻大的一個打擊 當時 當時 就是 因為我因為上班不要 因為海浪法師的關係 他其實 他得到的關注非常大 對 但是突然失去之後 我其實失去那時候最大的一個代表性作品 這樣子 對 所以在之後我才 我才覺得說 我沒有背後的 因為我沒有背後的幕後能力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才開始 開始學剪接啊 開始做一些 然後開始找一些人來幫忙拍一些東西 試著做出我心裡想要的東西 對 速度其實是很慢啊 但是 我覺得也是一個 啟發 總得自己開始 不能一直依賴別人 我覺得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最大的 這件事 沒錯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 對啊 因為我們都是喜歡做表演的人 但幕後的東西我們 有時候 對我們來說有時候力不從心啊 可是 如果要加手他的人 有時候進度就變得很慢 所以很多時候還是 我發現這兩年才發現 很多東西還得靠自己 對 力不從心就是力有未來嘛 對不對 那其實就是說要多補一下嘛 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 這個議題啊 其實我們都經歷過 其實現在我們最想聽的就是說 OK 你覺得自己力不從心 力有未來 就是說 完全沒有辦法把愛 分享給全世界 把愛噴出來 噴向全世界 射給大家 但是問題是呢 就是說 你當自己學了這些幕後的以後 他應該還有另外一段情況嗎 就是說你力有未來 靠自己一己之力 對不對 壯壯自己來 他自己來之後 他學了這麼多 老狗學新國嘛 對不對 然後本來 不是蠻領胡虛 結果現在都胡渣了 對不對 變成這個 40歲 大財什麼 大叔嘛 對不對 那你學了這些東西以後 你學了 雖然速度慢 對不對 但是慢了 才比較保險 好 那既然 尻出來了 這麼慢的一個情況 你 你 你 殺人啦 那個 上班不要看 更反故沒有仇啊 沒有仇 好不好 我們都是 我們都是抬轎的 好不好 不是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學了這些 可是你 還沒教完 我其實感覺到 你又進入到另外一個星星了 另外一個層次 真的啦 我講你實在話 否則的話 你不可能會 本來應該要周更的東西嘛 你比如說 聖結石 對不對 他是日更 到最後他宣佈 對不對 我不更 對不對 那本來 立足台灣 你不用講那麼清楚 我最後也是快轉 變成 八成影 然後往前轉 不是 你要接吧 我已經破題了 就是 講到另外一個層次 痛到不行 另外一個層次 你有空隙讓我接嗎 哈哈 好啦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學了這些 然後你竟然沒有周更 然後呢 一定又碰到另外 的一個心境的想法 你他媽十秒就給你講完 哈哈 剛剛講的 力有未盡 也就是力有未代 他媽講多久 不是 我們這是一個 知識型的youtuber 對不對 尤其是東訓的 主持我們一個優質的頻道 我又讓我主持了 哈哈 哈哈 okok ok 我可以以為我剛才 錄不准消息 我超痛苦的 哈哈 okok 我們還是 今天請到 壯壯大明星 好 最近 也是差不多這個Podcast 差不多到尾勝 哈哈 我結束 會受不了 不是 你沒有一個 激烈人心 感人肺股 讓人省私 不是你的ending嗎 你不可以這樣 ending都要灑狗血的 對不對 我們不能先灑狗血 ending就這樣子 不可以的 不可以這個鳳頭 對不對 鼠尾不可以 要鳳頭向度 捷豹 最後要像豹一樣的 快速的ending 對不對 那個 運動軟膏打出來 他的運動軟膏打出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 這個沒有 這不是捷豹 好好 我下次找梅拉來 好不好 不是啦 你 我跟你講 我快瘋掉了 所以 我最好最後一個問題 結尾 受不了 那個 撞 撞 沒事 我 所以 撞哥你覺得 你這樣表演了 脫口秀13年 然後做演表演做二十幾年 因為現在 脫口秀很紅 所以我罵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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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 被低下來 快一點 注意 你昨天 睜中人壓一下好不好 滴下來 弱了啦 衛生紙 那邊有衛生紙 撞掉 哇 你可怕真的噴在我的 褲子上 都沒有衛生紙 感笑煩 真的 噴著我一屁股的這個 對不對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所以對你表演經驗這麼豐富的狀狀來說 就是因為現在脫口秀這個圈子很 越來越蓬勃 然後很多人看到博文爆紅之後 大家很多人新人想要 進來這個圈子表演脫口秀 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像博文這麼紅 那對於 對於這樣的晚輩 你會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嗯 我覺得脫口秀跟 脫口秀的形式的確非常有趣 就是他從無到有 然後他的風格是 詭訣多變 你自己是什麼樣的風格 可以 可以 整個架構都是 由你自己的個性去出發 整個表演狀態 所以 嗯 他的確是一個 蠻好 蠻好表現個人的一個東西 但是他跟所有任何的表演 嗯 嗯 是 同樣都是一種表演形式 嗯 第一件事情是 你是不是喜歡表演 你真的 是不是 能夠表演的一個人 嗯 然後 嗯 那你 你想想 你為什麼沒有成為演員 好了 你為什麼沒有去演戲劇 為什麼不是演員 是脫口秀 對 那你 嗯 是因為他的什麼而喜歡脫口秀 嗯哼 你喜歡他賺很多錢嗎 嗯 任何行業都可以賺很多錢 YouTuber也可以賺很多錢 嗯 舞者也可以賺很多錢 呵呵呵呵 各種行業都可以賺很多錢 你做這件事情 是真的你很喜歡 還是你看中他 很受歡迎 很有錢 才進來 要不然 其實每件事情都可以到這個狀態 那你如果真的喜歡脫口秀 嗯 那其實蠻 脫口秀進入的門檻也並不高 就是跟其他戲劇的演員啊 什麼什麼 這並不高 可是 門檻並不高的情況之下 他就有可能是夜市小吃 就同樣都在賣 骰子牛肉 那你什麼地方比別人強 你有沒有比別人強的地方 嗯 那當然最歡迎的就是 你覺得有趣 這是第一部嘛 然後接下來你就去參加一些 open mic 然後去試看看 你適合什麼樣的風格 但是因為 如果你都沒有其他表演經驗的話 你在前期摸索的情況之下 就會花很多時間 你可能試試看這個風格 可能再試試看這個風格 可能你就是表演底子並不好 所以你找不出自己的風格 這些都有可能 所以其實他還是需要一些 表演經驗跟能力的 那有些人天生就很ok 其實也是很歡迎 我的想法是 他就是現在正新興的一個行業 當然非常歡迎大家進來 但是也不要覺得只是因為他好賺錢而進來 很不好賺 對其實在初期 或是說他其實是一個很M型的狀態 我們這些已經做了十年的脫口秀演員 也並沒有賺到錢錢 沒有 但因為脫口秀這件事情 而接觸到很多有趣的人 然後有趣的人事物 對事情 所以其實 以阿德來說就是這樣 就是他其實是廣電系畢業的 對做幕後的 對 所以進到表演區 其實他也是花了一些力氣去磨練去表演 對 才真正覺得說 這個東西很適合他 找到他自己的風格 嗯 OK 謝謝莊助長跟八爪博士 今天的蒞臨 謝謝 我們今天到此告一段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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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 哈哈哈哈哈哈 你還想講 不是 鞋肉哪 你憑什麼說 阿德的 鞋肉 嗯 嗯 你看到沒有 這就是 Youtube我的潛規則 我 海浪法師 欺負我 海浪啦 嗯 嗯 嗯